各位亲爱的家人们 弟兄姐妹们 平安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 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争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请跟我说 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当时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死后 他们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迦南美帝 所以名义上已经属于他们了 但是他们需要去真正的进入和得着 所以他们就祷告耶和华 他们说 那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呢 迦南人就是仇敌 今天也可以说 你所面临着那个疾病的症状 你的挑战 魔鬼的攻击 你生命中所有的那些问题 让你头疼的问题 让你觉得很麻烦的 或者你遭遇的那些事情 那怎么来面对疾病 怎么来面对你生命中的这些 所有的繁星的事情 这些挑战呢 耶和华怎么回答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已经把整个迦南地 应许美地交在你我手中 上帝希望你的人生是美好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尽了所有的痛苦 所以今天对于你来说 只有祝福 只有美好的上帝的应许 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疾病 今天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你合法地拥有健康 阿们 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劳苦仇返 所以平安是属于你的 耶稣已经把平安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你礼当喜乐 礼当在安息当中度过每一天 你礼当拥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 美好的家庭 人生 这是上帝为我们画的图画和蓝图 是因为耶稣付上的代价 这一切迦南地 这个今天就是属灵的迦南地 已经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在挑战来临的时候 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 他做事的法则 犹大当先上去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犹大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今天带出的一个属灵的教导 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好不好 犹大是什么意思呢 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五节 他又怀孕生子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给他起名叫犹大 这才停了生育 犹大的意思是什么 是赞美的意思 我再说一次 犹大两个字是赞美的意思 很多人不喜欢犹大两个字 对不对 你生一个孩子 你可能会给他起名叫约翰 起名叫保罗 起名叫彼得 但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孩子 起名叫犹大 为什么 这个感觉不好 是因为我们对犹大的印象就是 曾经有一个门徒也叫犹大 把耶稣卖了 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一听到犹大 我们想到的是叛徒两个字 对不对 可是你回到圣经里面 犹大两个字是好的 这个名字是好的 我不介意你给孩子 取名叫犹大 因为犹大是好的 在圣经里面 犹大的名字是很棒的 犹大是什么意思 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怎么来面对挑战和征战 上帝的方法是赞美 先选择赞美 很多时候我们对赞美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我们以为是好事发生了 我才赞美 记住哦 赞美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本身 什么好事发生 赞美是因为神本身 神永远配得赞美 所以赞美是赞美神的属性 而不是赞美神给了你什么 我再说一次 对赞美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义 赞美是赞美神的属性 祂的慈爱 祂掌权 祂永远爱你 祂是伟大的上帝 祂是圣洁的上帝 祂是崇高的上帝 祂是全宇宙独一的真神 所以当我们说赞美神 是因为神的什么 本性 神的属性 永远配得我们 赞美 神是最伟大的神 祂创造宇宙万物 祂是至高的神 所以赞美是赞美神的本性 不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去赞美祂 当然请听好 上帝祝福你了 你赞美神 没有问题 但是你还没有看到祝福呢 上帝仍然是配得我们的 称颂和赞美 一直到永远的 因为祂是最伟大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请听好 这里的圣经告诉你说 当你面临挑战的时候 赞美心上去 它的意思是什么 当你赞美心上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你的目光 聚焦在神是伟大的神 这个点上 而不是看问题很大 看问题很难 为什么赞美会有大能呢 因为每当我们用心 去赞美神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的目光夺回来 把我们的焦点夺回来 聚焦在我们的耶稣 是伟大的耶稣 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 问题不大 神是最大的 其实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赞美有果效 赞美有能力 感谢主 所以从今天开始 当你面对身体有症状的时候 你要犹大先上去 哈雷路亚 每天一醒来的时候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是伟大的上帝 你爱我到永远 你太伟大了 你是至高的神 你配得一切的赞美 主啊我要称颂你 主啊我要赞美你 赞美先上去 就是在调整我们的目光 焦点在神的上面 而不是说把焦点放在疾病的身上 神是伟大的 疾病就越发的渺小 在神面前疾病不足一体 当你面对赞物问题 你哈雷路亚先赞美主 意思在表达说 上帝比赞物更大 当你面临生活中任何的挑战 和问题的时候 犹大先上来 赞美先上去 哈雷路亚 赞美的大能 就会运行在你生命当中 因为当你高举神的时候 神就会高举你 因为当你高举神的时候 神的大能便彰显和运行 感谢赞美主 所以赞美是大有果效的 好不好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不要马上说埋怨的话 你说埋怨抱怨的话 不会有任何果效 可是你说赞美主 就是把目光调整 聚焦在伟大的神身上 神的大能就运行 因为他看顾你 就代表着说 神大过这一切 所以要有这个学习和操练 在生活中常常学习赞美主 无论是顺境逆境 无论是遇到任何挑战 犹大先行 感谢主 哈雷路亚 今天的信息 就是这么简单 掌握秘诀好吗 常常说 赞美主 哈雷路亚 奉耶稣的名祝福 每一位 阿们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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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